都很稀罕,亦都很急需西方資本 另外,反博隊今天就左右開工 除了葉劉之外,就是這個傻子鄧炳強 今天最大的山嬰是什麼呢? 你說制裁我?我不怕制裁 我本身都被人制裁緊的 他罵這個香港監察就無中身有 其實這件事都發展得很快 香港watch的帖子已經出了幾個小時 這麼快就回應了 這麼快就回應了,是不是4個小時? 應該多於4個小時吧? 應該是4個小時而已 其實裏面說的東西是老新常談 我們都說過了 現在23條會侵犯香港人權 香港監察就發表聲明 就回應23條的公眾諮詢 這份聲明是人權監察支持下面寫的 有86個來自世界各地的民間組織聯署 他就說反對,譴責香港的23條 2024年就開始公眾諮詢 正式啟動程序 然後23條就指在要禁止七類罪行 其中多項有含糊不清 含糊不清主要是國家機密的問題 這次主要是說國家機密如何定義 如何為之虧取國家機密 如何為之煽動叛國 即是禁止叛國是煽動罪 這些東西是 然後他就說 這次聯合志同道合的盟友 公開反對23條 你要諮詢 你說港元就反駁 直接就向中港政府傳達 又來我們這次就是 制裁這些負責23條的官員 這個呢 就說到鄧炳強 就好像 這個什麼 哎呀你捉我不到,你捉我不到 Catch me if you can 好像很風騷 就說制裁我 怕你有牙 我也被人制裁了 就香港日趨嚴重的侵犯人權的行為 就向香港官員追責 那其實呢 他現在 他就說 被人制裁了 他就被一個國家制裁 嗯 如果香港Watt 他呼籲制裁的話 首當其衝的最好 就由英國政府去制裁 現在英國政府還未制裁 現在就叫 不止英國政府 是要求各國就對這些人權惡棍做制裁 嗯 所以呢 你要國安法加勒 制裁方面 就是要加勒 你以前不可以 只是不可以去美國 你英國不能去 甚至乎 歐盟都不讓你去 是吧 你這麼喜歡大灣區 這麼喜歡一帶一路 你就去一帶六個國家 俄羅斯歡迎你 不好意思 有人洗版 對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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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做事 是 這些洗版 一說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就是這些無腦的人 什麼殷卓男 什麼蠟燒 什麼蠟燒 想成為 好像李家超一樣 這麼優秀的人 你去那邊洗版 關我什麼事 我不認識你 是吧 就是這個 採取措施 就保障香港人權 和香港人 和流亡的 社會人士的自由 就是這個 safe ball 大概是這樣 駐港的外國商會 和國際企業 都向當局表達憂慮 重新評估現在的商業風險 和侵犯人權的行為 其實就算你不用說 其實很多外國商會 做商人本身 外商自己都心裡有數 而事實上 已經有很多資金走了 這不只是香港的問題 是大陸的FDI 今年走得很厲害 這件事 日經第一時間報的 說的是 外國投資 在中國是 去年12月已經做的 暴跌82% 30年來是新低點 去年已經是新低點 新低點之後又新低點 嗯 即是一直向下插 講到尾 是暴跌82% 30年來的谷底 即是說 是一夜 返回這個改革前 嗯 以前FDI是靠誰 其實最大的功臣就是香港 FDI因為 以往來講 香港人貢獻了六至七成 嗯 的FDI 即是以前有些人在說 香港GDP 今時不同往日 是吧 包括李嘉誠都在說 哭著口說 嗯 香港GDP現在是大陸的3% 是吧 今時不同往日 不用看你面色 但是 如果你說外匯的供給來源 主要就是香港來的 嗯 超過 大約八成左右 都是在香港那裡來的 現在就是攬炒 是吧 現在就是攬炒 就告訴你 那你鄧炳強 你還在說這些 去趕財神 是吧 嗯 他在說什麼 我怕什麼 你制裁 我本身在被人制裁 你制裁 說真的 就是怕 我告訴你 你就是怕 啊 你是鬼拍後美枕 他是怕連英國都去不了 因為對於 這些叫 這些九七前入職的公務員來講 去不了美國是沒有所謂的 但是他大部分 大部分身家其實都是放在英國那裡的 那麼 在他們的角度來講 就是在香港賺完最後果筆 然後韌韌腳在英國那邊低調生活 很糟糕的 他今天見記者 他還特意煞有介事 這樣說 我今天就要再次以這個應變反駁隊隊長 要對你抹額我們23條的言論作出反駁 這樣 你是隊長就不一定要親身反駁 隊長是做些什麼的 指揮的 調兵遣將的 做大佬的 沒有人幫你講 你自己親自講 那你那個隊長 那你帶那團隊有多少人 你有多少隊員和你一起反駁 見來見去都是你的隊長 自己親自點名去罵人 Fred覺得對 他這些就是狗人 你有多少人會聽你的腦袋 你的隊長都說話 都是千瘡百孔 那麼多漏洞 可以讓我們去反駁 你最擅長的 好像是六八九一樣 出個帖子 在那裡恐嚇我們 10個小時前 又再出個帖子 就在那裡追擊我們 這個百明漢 百明漢又來嗎 是啊 我不知道 大哥你跟得這麼貼 剛剛洗版的時候 我就在那裡看到 咦 什麼你這樣玩啊 兩個都有啊 威威又戴頭盔 是啊 這麼好笑啊 是啊 想低調一點都不行啊 真的 是不是很不抵得我們 天天搞網嘴都有人呢 是吧 真是神經 可想而知 應變反駁隊 你不 即是六八九就更高張一點 反過來 這個 又在那裡點名 威威又戴頭盔 天天都幫我們宣傳 我們很不空啊 大哥 真的 每一張照片都不放過 是啊 很可惜 你越說 這個是不是有depreciation effect 是啊 你看到第一張說我們在倫敦的 章章都不放過 每次有網嘴都在那裡 劇圖追擊 整天都是 是啊 FY說他一定是我們的聽眾 我覺得你是我的聽眾 就麻煩你六八九快點 你快點現身 是啊 就是什麼 他的贊助人 這個什麼 講回鄧炳強 怎樣罵這個HK Watch 他的贊助人啊 他有很多反華政客 包括彭定康 還有很多走了老的潛逃罪犯 包括許智峰啊 黃台洋啊 這些 都是被我們香港通緝的 其實今時今日呢 你點這些名字 你等著等著幫他們宣傳 他不會因為 被你說他是通緝的 他們就會被人看不起 就是他見過街老鼠的 那你例如說正式通緝 許智峰那一天 澳洲律師會都已經說明 這些不關他誠信的問題 這些是政治檢案來的 然後又說 又要留意八十個組織 是做什麼的 大部分都是反中亂港的組織 包括收了美國人 民主基金會的錢的人 收了英國政府的錢的一些組織 這樣 本身都被人制裁 剛才已經反駁了你了 你現在只是被美國制裁 如果你是國安法加勒的話 你被制裁的國家 list 都應該要相應地提高 是吧 就是這個替人頭者 人亦替其頭 我們都說過了 歐盟日又或者美國 有自己的考慮 你鄧炳強 利用這些事情是沒有意思的 嗯 好了 說夠了沒有 應該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暫時 我們到第一節 我們講完美 真的很好笑 你在罵香港watch 你當隊長 你自己赤膊上陣 你真的做了事情嗎 問題就是 你衡量的效果 你講你有沒有領導 一個你 一個葉劉 葉劉還養衰 這次講完給那個人 那次羅企就馬上反駁你 哈哈 哈哈哈哈 還有在羅企的角度 根本我真的不需要反駁你 大哥 我的錢怎麼走 已經是成功反駁你 反駁到你的 是不是 就是 就是減少了 在中國和香港的投資 喂 真是好說不好聽 即是 簡直是 現在衰到一個點 大家都 除了講這個地產之外 以前的人 在講的 的士牌 炒小巴牌 現在都在講 要被人召喚 那些小巴牌 現在被人召喚 兩樣東西 就是 我們剛才說 就是 你說